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心国际消息 美国大选在即 连准会宣布降习两码的决定 不免引人瞎想 共和党人痛批是政治的操作 但同于在11月份美国大选之前 给贺锦丽送上大礼 美国前总统川普则是回呛 大幅降习的举动 如果不是要搞政治 那就是美国的经济非常糟糕 选前不到两个月 联准会宣布大动作降习后 果不其然马上让美国前总统川普开酸 但不止共和党 民主党阵营也有议员不满于 只降两码的决定 我认为它应该降到75% 他必须要向市场 他终于得到 他的工作是保持这个经济平均 我们没有放任其他测试 我认为如果你开始做这些 我认为你会停止 所以我们就不做这些 鲍尔一再重申是数据形式 但联准会过去只有在经济体系 出现大问题时 例如2007年金融海啸 2020年新冠疫情才会暴力 启动降息循环 联准会传声统 华尔街日报记者提米罗斯解释 今年情况不同 但就业市场确实有些警讯 在1990年金融海啸 经济平均 会在50年金融海啸 漏流量, geez, notice you can— 0.5% or if you cut by 125 and then things cooled down a lot more and you say, oh geez, we're behind the curve and so. and so I think the case for 50 is really one of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going to regret more? because the hiring rate is very low. The hiring rate is close to a 10 you know, it's close to where it was 10 years ago. Hiring has slowed down a lot, but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not gone up, you know, quite so many 提米罗斯还指出即便启动降息 也不一定能刺激企业借款 许多人早在2022年前就锁定了低利率贷款 以现在的利率来看还不够吸引人 投行高盛最新也预测 联准会将从今年11月到明年6月 六次会议上各降息一马 记者庄星联 黄一豪综合报导